臺北松山的幼兒園群聚案 是今天新增一例確診 是確診幼童的培餅家屬 CT值十七點八 市長柯文哲也證實了這件事情 而為了要提高疫苗的覆蓋率 柯文哲是宣布將會在四號上午九點 重啟BNT疫苗的預約施打 並在七號開始接種 同時也會提供高端疫苗的隨到隨打服務 自證紅包給中正健康服務中心的醫療同仁 還送上橘子 感謝他們在廉價中 堅守崗位 台北市長柯文哲二號來到這裡 視察疫情掌握的情況 也證實松山的幼兒園群聚案 又新增一名確診者 是確診幼童的培餅父親 CT值十七點八 已經收治醫院治療 為了提高疫苗覆蓋率 柯文哲宣布將重啟BNT疫苗預約平臺 提供六萬八千多劑的BNT疫苗 民眾可以在四號和五號預約 六號會發送簡訊 七號到九號接種 也提供六千七百多劑高端疫苗 七號到十一號誰到誰打 地點包括臺北車站等三處的中型接種站 北市除了全面提高疫苗覆蓋率 也在思考 家長因為陪伴確診孩子 導致也確診 是否需要優先施打第三劑疫苗 或是還有什麼可以補強的 來減低疫情的擴散 記得陳嘉欣 蔣龍祥 王德欣 台北報導